我是Kevin 那现在的话呢 我在VPON担任架构师的角色 那从事软体开发蛮多年的 那个年数就不要讲了 那我的专业的话 基本上是在高并发的这个软体架构 还有就是这个互动式的 这个使用者的体验的这样一个设计 其实从前端跨到后端 跨的领域还蛮广的 基本上就是什么都爱玩啦 什么都爱摸一下 什么都爱玩一点 然后不管说哪边学得很精 但是你讲什么 大家都知道一点点的东西 然后当我需要的时候呢 我就钻进去好好研究一下 看看要怎么做做得比较好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我们在前端的设计上面 前端的架构上面 我们碰到的一些事情一些经验 那我想呢我们这边过去 所做的这些事情 所经历过的一些错误的尝试 还有呢我们所累积下的一些经验 也许有机会可以为各位 外在工作上面 你可能会拥有到一些 我们过去这个 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那首先呢 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VPone 我们一直对外说 我们是一个大数据的移动广告平台 那我想先问一下 那到底什么是广告平台 在场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广告平台 这问题很难 这问题很难 因为投放广告的 对 我问过很多人 大家说那个 当我刚才解释说 我们就是一个帮广告组投放广告的平台 大家第一个回应就是 那什么是投放啊 是放炸弹吗 还是放信件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其实 我们光是用讲其实很难懂 我换一个方式跟大家解释 现在谁手上用的是 智慧型手机的 可以麻烦把手举起来吗 有看过广告的 麻烦你手继续举着 很喜欢看到广告的 麻烦你手继续举着 一个都没有 好 我们就是在做各位不喜欢看到的那个广告 让他那个广告可以从 很远遥远的广告组 可以到你的手机上 然后被你不喜欢的看到 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很难吗 不就是在你的手机上 把广告秀出来吗 这个不就是在HTML上面 下一个image tag不就搞定的事情吗 有这么困难吗 所以当我跟大家解释说 这个东西怎么样很炫很酷 很屌的时候 大家其实第一个回应就是 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啊 不过就是在手机上面秀一张图 或者是放一个video而已嘛 其实后面呢 有牵涉到很多复杂的逻辑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全台湾 2300万人 我们大概有1000多万只手机 所以呢我们在台湾 现在我们每天要处理的广告量 大概是2亿 每天平均是2亿 那以亚洲区来说的话 我们每天要处理到20亿个广告请求 所有简单的事情 当你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别的时候呢 它的复杂度马上就以指数型的成长 另外一个是其实呢 既然我们在手机上看到广告 大家都不喜欢看到广告对不对 那偶尔 可能在某些少数的情况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刚好 你想看的广告 比如说你可能是个 重度的游戏玩家 你可能那个当下 你觉得很无聊 在逛PTT的时候 当你打开你的Mall PTT 突然间Mall PTT下面出现一个 这个夜夜三国 正好我今天晚上想要这个 没有女生陪 我想要来找一个女生陪我的时候 就看到夜夜三国的广告 我就点下去 那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 去寻找这个 可能潜在每一个阅听者 那个当下 你可能会喜欢些什么东西 然后呢 尽可能把你喜欢的 你想要的东西 推到你的眼前 然后呢 想办法让你去点下去 那这个后面其实迁造了 非常多复杂的逻辑的运算 包括我们要先去收集 大量的资料回来 然后呢 去判断说 那到底 你是属于哪一群人 你是重度游戏玩家呢 还是每天在跟这个 扣死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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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客宅呢 还是说 你今天就是每天 整天这个 喜欢在外面 逛街跑趴的辣妹呢 我们要去透过很多数据 去观测这些东西 回来之后呢 才有办法去决定说 好 这个当下 我到底要 用什么广告 放到你的手机上 才不会让你太讨厌 才有机会让你 花你零点一秒的时间 然后让你点下去 那这个后面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生态链 在这个后面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目前世界上 你看得出 喊到的牌子 在广告 移动广告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可以看到的厂商 非常非常之多 那后面牵涉到了 就是投放广告的 我又讲到投放这个字 让广告显示在你手机上面的 还有就是让这个 去收集这些数据的 想办法让这个广告的显示 可以更精准的 还有呢就是负责去跟 每一个APP的开发者 去做借接的 后面有非常非常多 各式工作不一样的这些厂商 然后这后面其实是高度分工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圈子 每一个圈子里面的公司 其实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VPON在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站了 只是站了其中一小个圈子而已 你就可以想象 这整件事情背后 可以线上一个多复杂的生态链 然后后面有多复杂的事情在发生 虽然你眼前看到的 只是一个简单的广告 那以我们系统来说啊 这是我们系统一个 已经经过大量简化过后的一个架构 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纸系统 然后呢每个纸系统里面 又有好几个数个模组 然后模组之间 有非常复杂的资料留在串 然后呢这个还是前一版的 这一版的这个架构 又比现在复杂上很多 那各位看到这个图办 有没有想起来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个人还蛮爱看 个人是新建迷 所以每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呢 我都会不由得想到这张图 这个新建的蓝图 那我会拿出来比你 是因为其实我是觉得 以我们自己公司系统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系统 大概已到新建这个级别了 就是已经复杂到一个 已经很难用三言两语 去把它解释清楚的一个状况 那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不是在教你怎么去建造一架新建 或者是教你怎么样去 这个建构一个非常强悍的 广告平台系统 我们今天重点其实是在 如果你有这套新建 你要怎么操作它 这个是最早期第一代的这个新建 1966年那个时候的电视 他们那时候靠的是什么 靠几颗按钮跟几颗灯 然后就可以操作这台新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违和感 我就想说 这样真的可以操作这个新建吗 如果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那以后我都不要吃饭了 不过那时候年纪小 这样觉得就已经很酷了 但是其实到了最近人类这个技术 应该说视觉技术比较发达之后呢 大家开始想象其实真正新建的长相 这个应该是比较像这个样子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系统 然后呢有了非常复杂的视觉 跟操作的互动 使用的跟这个 就传员跟新建本身的一个操作的互动 然后有大量的讯息不断在画面上面显示 然后呢它必须要能够适时 在有危机的状况的时候呢 可以立即提醒你 要去做一些灾害的处理 或者是说做一些危机的 立刻的这样的一个处置 那回看到我们的系统 其实也是类似 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 其实虽然说你看到的只是一个 对使用者来说 对乐听者来说 你看到只是一个简单的广告 但其实背后 其实是大量数据堆积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系统真正的使用者 其实不是各位拿手机的人 我们真正的使用者 其实是躲在这个系统后面 去操作每一档广告的人 那操作每一档广告的人 他们要操作一些什么 他们要去看这个广告 开始运行之后的成效怎么样 他要去看这个广告 到底每一个小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广告 然后呢 这个小时之间又有多少人在看过之后 点击了这个广告 然后呢又有多少人因为点击了这个广告之后呢 去下载安装这个软体 或者是到了某一个电商的网站 去执行的一些购物的一些操作 那再来呢 就是他要去看每一个广告 你看到上面那个图片 哪一张图片比较吸引人 然后呢 这些图片可以有效地去吸引到你的目光 进而吸引你去点击 这个后面都是一些大量的数据 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操作分区 累积出来一个 这是其中我们的一个画面的截图 这个是拿来操作素材的 这个呢 是可以让这个我们的使用者 去看说到底这一个广告 在每一个不同的APP上面的成效怎么样 它可以针对每一个APP去调整 它在APP上面要 是不是要去显示在这个APP上面 还是不要显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就是有非常大量的这个讯息 同时在出现 然后呢 还有这个很多的数字在上面 然后我们的使用者 其实跟一般 我们看到这些 一般的所谓坐在电脑前面的家用使用者 不太一样 我们使用者其实是高度专业的使用者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企业号里面这些 经过高度训练的船员 那这些使用者 他们其实都有非常非常 这个经过高度训练 而且敏感的数字的敏感度 他们看到这个数字呢 看到上面画面上一堆数字 它马上就可以闪出 到底现在这个广告跑得怎么样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系统里面其实没有很多图表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堆数字 他们对数字极其敏感的 那也因为对数字极其敏感 所以他们对数字的正确性 还有更新的速度 也非常非常的敏感 如果说这个东西数字 更新的太慢 或者是说 这个系统操作反应太慢 他们就会不耐烦 那这些人呢 其实通常都是 背后他们都是重度Excel的使用者 所以他都会跟你讲说 这Excel很快 为什么你的系统这么慢 或者是说 为什么Excel可以做这么 可以显示数十万笔的资料 为什么你才上面 画面上显示数千笔 然后你画面就KK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每天在跟 我们的真正的使用者交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通常给这些使用者 我们取一个很炫的名字 我们叫做这个活动经理 Campaign Manager 那他们也当这个 的确承担起这个名号 因为他们同时他们要看 以我们公司来说 同时他要看十几个 不同的广告同时在运行 也就是说他同时 你可以想象成 他脑袋里面有十几支 Process在跑 然后呢 每隔几分钟 他们就要Content Switch一次 所有脑袋里面的数字 全部刷新一次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系统好不好用 对他们来说好不好用的重点 其实不在于画面炫不炫利 而在于你的系统反应够不够快 是不是可以真的把 他所需要的数字 在对准的时间之内交出来给他 可以让他好好的 去阅读这个数字 然后从这边读出 他所需要的这些资讯 然后呢 他可以从这上面去做操作之后呢 可以去当下决定 他要去启动哪一档广告 或者是去调整哪一档广告的价格 或者是说 在哪一个不同地方的价格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归纳出说 那我们这个 我们当我们在设计 一开始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就归纳出说 那我们使用者需要是什么 第一个 他需要看大量的数据 再来呢 他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密集的 使用者的互动跟操作 而且使用者非常的没有耐心 而且使用者极具数字感 哪里有错 他马上就会发现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在设计内部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就在想说那好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架构 我们这样的一个前端的网站 去满足我们使用者的需求 那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都会去选择 我们今天大家做成这个 一般传统的这些内容网站 比如说你看到的 这些block的网站 那他可能就是一页一页一页的翻 或者是说 你可以做成像这个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我今天就是使用者全部停在同一页 那背后的话呢 是发一些HX的一些request 一些请求 到后端的这个服务器去 去把资料资料捞回来 但前端的画面是不动的 那讨论之后的话呢 因为根据我们现在收集到 这个使用者的这些特性呢 我们认为其实一页四的网站 应该会是比较适合 去设计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 因为一页四的网站有些特性 第一个 他可以 一开始他漏定的时间会花得比较久 可是一旦他载入之后呢 他接下来所有的这些数字 或者是说画面的更新呢 就只有资料本身 而没有画面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些 去读取这些资料的时间 尽可能缩短到最低 那当然人家使用者 永远是不会满足的啦 所以他 我们每天还是被要求说 为什么你不能够再快一点 明明已经是200毫秒 就已经显示出来的资料 他们还是觉得慢 因为Excel 永远比我们快嘛 所以 回过来就是说 这一页四的网站 才有真正办法去满足我们这些需求 那 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因为 画面上有大量的数字 所以如果说这些数字呢 全部都 每一次都重新刷清这些数字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可能会 会需要付出 极为可观的这样一个 频宽的成本 然后呢 其实 这个Browser Browser在重新 重新绘制整个画面的时候呢 因为上面画面的元素极多 所以如果每一次你都要求 这个Browser重新绘制整个画面 你会发现 很多时间其实不是花在 去读取这些资料 而是花在重新绘制上面 所以到最后就是 我们就会选定 一页四的网站 作为我们整个开发 这个前端的一个架构的一个主轴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把整个前端架构 大概可以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表现成这个样子 最下面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整个广告平台的整个Backend 那Backend的话呢 它会提供一些API出来 那这API的话呢 就会提供这个系统当前运作的状况 还有呢 就是最及时的这些统计数据 都会透过这些后端的这些服务呢 提供出来给上层 那但是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直接送到前端去 而是它会透过一个Rails Adapter 这Rails基本上 它会去处理这些所谓的商务逻辑 跟这些工作流程 因为这个 每一家公司的工作流程其实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广告的上架的流程 就会有一些每一家都会不一样 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呢 我们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同时实际是会被 被其他的广告代理商 或者是甚至是 这个其他的公司 直接上广告使用 所以它有可能有他们自己 广告代理上自己的商务逻辑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商务逻辑 其实是放在Rails的这一层 来执行 然后呢 最上层的这一些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大概透过Rails 去拿到了这一个 从下面 交上来的这些统计数据 然后显示在它的画面之上 所以 其实这会变得是一个 类似三层式的一个架构 好 再来呢 我们碰到一个抉择就是 那我们今天到底是要Backbone 还是要用Amber 还是用Angular 这个是我们一年多以前 我们面临的问题 到底有哪一个 那个时候Angular跟Amber 跟Backbone 应该说那个时候是Angular最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是用Angular的话 感觉很潮 我们用的话应该就可以解决 我们大部分Data半年问题 不过呢 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之前自己试着用Angular 去开发一个类似的网站的时候 我发现 Angular的Data Binding功能很强 Ambert其实也是很强 但是 我发现这个复杂的Data Binding呢 其实会造成我们资料上面 很多时候设计逻辑的 会变得非常复杂 而且极端难以掌控 所以最后呢 我们决定说 好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Backbone 作为我们开发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依照我们的自己的需求 因为Backbone其实是非常简单 极简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可以架构在Backbone之上呢 我们开发一个属于 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个 简化的一个framework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个版本 其实用的事实上是用Backbone 那 整个架构的话呢 大概会是像这样子 其实呢 我们Backbone呢 透过我们用Backbone的这个view 去作为 还有Event 作为整个架构的基础 然后呢 我们在整个Backbone的view上面呢 我们上面也继承了一个是 这个Customer View A跟B 然后呢 在下面继承了一大堆不同的components 你在画面上看到的每一块小元件 实际上呢 都是一个Backbone的component 所以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继承关系 然后呢 每一个 每一个Customer View 还有每个继承下的component呢 里面都有一个callback 那这个callback呢 是为了去接受 从这个viewmanager里面 它去传递出来的这些event 所以呢 整个画面的流动呢 事实上是透过event的传送 透过callback function 不断在里面流转 那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一个 不断快速流转的过程呢 我们去把这个 画面的这个流程 把它组装起来 那 到这边的时候呢 看起来很美好 当我们的整个画面逻辑 很单纯的时候呢 基本上这个东西 的确可以有效 让我们的东西 这个 去简化我们 之前在 Angular或是Ambra上面 所碰到的一些难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系统 越来越复杂 随着这个 使用者的要求 越来越多 增加页面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出现了 不同的component 之间呢 有着交互的 Message 交互的Event 会互相传递 比如说 今天你可能在画面上 点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会去让使 这个画面 会去让这个 Backbone 我们的Frontwork呢 去后端 去捞一些资料回来 然后这个资料呢 会影响到 另外一些component 去更新它 component里面的内容 然后更新这些内容呢 同时又会去引发 另外一些事件 造成了画面的 另外一块的更新 那同时又间接 去trigger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使用者的一个操作 背后呢 竟然同时发生了 四五六七八九 很多很多的事件 那这些事件呢 其实 在你看call的时候 你非常不容易发现 你非常难以去追踪 这些可能发生的问题 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问题其实 在系统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我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位 非常非常强悍的 前端工程师 那 因为他记性非常的好 所以 这些所有的 讯息的网络 基本上都刻在他脑袋里面 就像就活得百科全数一样 你问他说 为什么我的画面哪里出错 你问他 他马上就告诉你 啊 一定是哪里错了 然后呢 问他的人马上就 障碍金刚摸不着脑袋说 为什么是哪里错 这个东西 离我刚刚去触发的那个点 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会是哪里错 原因就是因为 后面有这些 复杂的这些 这些讯息流程 所以 这个东西已经不只是 单单是 这个Event之间 两个 两个component之间 或是component跟某 某一个事件之间 复杂的交互 事实上是 多个component之间 联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 复杂讯息交错的一个状况 那 以至于到最后 这个 我们最后要去 trace code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靠grip 然后去grip这个Event 然后一层一层的去grip 才有办法去 一层一层的追踪说 那到底 问题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造成整个开发团队 极大的这一个 极大的困扰 那 后来呢 然后 再加上呢 我们里面其实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其实是去继承 这个Customer View 然后呢 里面形成了 这个Customer View A跟B 然后呢 我们 这个 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又想起了 这个 祖先们说过一句话 不要继承 尽量用 尽量用 这个 聚合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这边又用了 那个mixing的方式 去把其他的东西 mixing进来 然后呢 因为它本身 不是个framework 是我们自己开发的framework 所以呢 它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想要这边 放一个global变数 这边就放一个global变数 想要这边呢 去放一个 这个mapping table 这边就放一个mapping table 以至于 到最后呢 很多东西看起来 事实上是有个逻辑 但实际上 看最后的状况就是 到最后 东西就是乱摆 这边一块 那边一块 然后呢 实际上真正去懂的 这些后面逻辑架构呢 只有作者 好 那 我们不是没有写文件哦 文件其实是有写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刚刚有提过 你后面 你说做这个event 后面会引发 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这些东西 其实你非常难 在文件里面表述 你文件写得再好 你也不太可能 含瓜所有的东西 再加上 其实我们那个系统 当时呢 其实还在 高速发展的过程 所以呢 这些使用者啊 Polar Manager啊 天天来跟你说 我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没有天天啦 每个Sprint都来跟你说 下个Sprint 我可能要加个什么东西 或是我要去修改一下 什么流程 以至于当初 细设计的东西呢 可能在下个Sprint 会被改变 那文件更新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 扣改变的速度 我想这个是定理 每个人所在的单位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 这个时候 文件呢 已经变得没有办法 去反映当前 这个系统的状况 那最后怎么办 只好 请 那你就自己去看扣吧 一切的解答就在扣里面 那我们就拿出了 我们这个 至高无上的上方宝件 Grip 开始去 一行行去Grip 你的扣 去把开始去 一步一步去追踪 这些流程 好 故事到这边结束了吗 如果到这边结束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可以 好好地manage 这样的状况 接下来呢 事情 精彩地就开始发生了 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 有一群 这个 有一个研发中心在台北 然后 这个 有一天呢 老板就跟我说 我们很多客户在上海啊 他们一直在不断反映说 他们没有办法 得到RD 及时的需求 及时的这些帮助啊 我想我们应该在上海 设立另外一个研发中心 大家想说 太好了 更多RD很棒啊 赶快 我们就在上海 成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 找进来了 大概六七个新的RD 没想到 这才是灾难的开始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们要开始看我们的扣 那当把扣拿过去之后呢 他们发现 他们根本啃不动 其实这个状况呢 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 之前呢 在台北研发中心 有新的研发人员 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反映过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扣极难懂 不过还好 因为至少作者 在旁边 所以其实我们直接跟 做了讨论之后 他们还是有办法去掌握 需要蛮长一段时间 但是毕竟是可以掌握的 但是当研发中心在上海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就不太一样了 那个时候呢 他们经常会需要 透过密集的视讯会议 或者是大量的 slake的讨论 才有办法弄清楚一条流程 或是一条讯息的流程 更悲催的是 那个时候 上海跟台北的网络很不稳 其实中国跟台北的网络 一直都很不稳 最近特别不稳 最近听说有 什么爆炸之类的 然后 我们上海跟台北办公室的网络 就经常三不五十 就中断一下 在这样子一个 极难 就网络很不稳的情况下 你知道开视讯会议 其实 那个品质很差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种 非常几乎是在 没有办法 就是在泥泞当中前行的状况呢 折腾了一小段时间 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 这样不行啊 这样下去 我们所有人力就在上面折腾 我们就不用做新东西了 于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 非常困难的决定 我们就在想 好吧 如果要跨国合作 如果看扣 会让大家 很惨 所有人都很想上吊 这个时候怎么办 刚好 这个大概在去年的 我记得八九月的时候吧 对 刚好那个时候 Facebook开始 把它的re-adjust 这个架构提出来 其实我们 一直我都很 一直都很关注 到底这个市场上 有些什么样的 这个新的架构提出来 那 其实Angular跟Amber 其实我们也都 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Angular跟Amber 不是一个非常 我不知道在场 有没有Angular 基本交易派 所以我们就 不多做评论 但是至少不是我们使用 好 但是看到re-adjust的时候呢 那个感觉就是 这个就是对的东西 它把事情做对了 它只做对的话呢 就是在几个方向上 是做对了 那因为这几个方向上 做对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 有机会来解决我们的状况 好 所以下一个版本呢 我们就决定说 好 那我们就来 换上去吧 我们就把它 有没有机会 看看 可不可以这个 把这个原本 我们的东西呢 换到re-adjust 跟flug上面去吧 好 但是 那个时候我们当下 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是要把原本的东西 整个砍掉充电呢 还是 可以怎么做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 RD的时间 从来是不够的啦 然后呢 老板每天都问你说 下版本什么时候会好 下一个版本什么时候会好 然后 如果你今天跟老板说 老板 下一个版本 我们一年之后才可以做好 那老板 可能接下来就跟你说 就是 那没有关系 一年之后 我们可能 就不会再见到你了 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见到你了 被砍的可能就是我 砍掉的不是城市 被砍的是我 回到实际的状况就是 其实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竞争对手 其实也不断地在快速前进当中 那 如果说我们今天 因为要换一个架构 然后呢 让我们的新功能 延迟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发 那接下来 砍掉的可能不是我了 砍掉的是 整个公司的阿弟都被砍掉 因为公司已经不见了 倒了 那 所以 这个很显然不是可行的方法 大这个 砍掉重链这件事情呢 对我来说成本太高 高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那 我们就要来尝试一个 非常危险的概念 我相信大家在 看到新技术的时候 其实脑中一定都闪过 类似的概念就是 我可不可以边坐边换啊 你知道吗 边坐边换就是 边开飞机边换引擎啊 对 不要说飞机会不会继续飞啊 那个机翼会不会折断 就马上掉下去 不晓得啊 而且 你知道吗 新旧本来同时运作 这个东西其实风险 非常非常非常地高的 好 那 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说 老实说 背后其实 我个人挣扎了蛮久啦 因为这个东西 一旦坐着要出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 好 就是大家一起被砍掉的概念 不是边坏飞机 边开飞机 边换引擎的概念 好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理由 来说服大家说 好 我们到底 这个东西可以带来 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 我们总结大概有三个 我觉得还不 三个主要的论点 第一个的话呢 因为在ray下面呢 有一个JSX的架构 一个技术啦 它基本上就是把 这个网页的内容 可以直接牵在JavaScript里面 那在背泵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 网页的内容 事实上我们是放在一个 template的file里面 好 所以那时候就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 在背泵下面 当你要去更新一个 画面的内容的时候呢 你必须更新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template的内容 第二个的话呢 你必须更新这个 JSX的内容 对不起 JavaScript的内容 两个地方都要改 你只要一个地方改错 东西就不会动 那JSX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把你 修正的地方 集中到同一个点上面去 一次改一个地方就行了 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是 你也提供一个 完整的life cycle 它规定你 东西只能有一个流向 不能够交互流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 我们当初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对 就是它 就是它可以救我们 但是 这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分享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 统一的目录结构 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 规定的东西 按照原本这个 REA本身没有规定这件事情 但是它的一些 simple program simple application 它给了我们一些 参考的范例 让我们可以去规定出 一个统一的目录结构 有一个统一目录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要求大家 按照一个既定的惯例 强调这边是惯例 不是一个规则 强调一个惯例来走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会比较容易 去追踪别人写的东西 好 那时候呢 我们做了几个决定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目录 直接切开来 一边是backbone 一边是react 所有的新功能 用react开发的新功能呢 一律只能出现在 新的目录这一边 那目标是 我们有一天 当我们把所有的旧功能 都react 实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 backbone的目直接干掉 我们就 宣称我们就 完成了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话呢 就是在react里面呢 我们禁止去使用 在backbone里面 相关的东西 也就是禁止 交错使用 那 原因第一个是因为 它其实 未来 当我们 哪一天如果你真的 把backbone整砍掉之后 然后突然发现说 诶 糟糕 我之前用一个backbone的东西 完了我砍不掉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 造成极高未来的 一个隐含的成本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 这个 其实大家都 我们做这个规定的 用意其实是 其实developer都有一个 多有一个惰性 就是如果你之前 曾经做过的东西 你一定不会想再做一次 那个时候我们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 我们在新的react页面里面 我们要用到一些旧的 以前之前已经实作好的 一个原件 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 诶 可不可以拿来用啊 然后呢 就有人试着拿来用 然后呢 用完之后呢 之后就会发生 非常 这个 就会发生悲剧 后面就会 那时候我们当下 就踩到一些bug 然后之后我们就 下了这个规定说 不准 你就是所有东西 就是放在react下面 旧的东西 你一概不准使用 那这当然 有些成本啊 就是你所有东西 变成两倍大 因为你原本在bug下面 已经做过的东西 你在react下面再重新做一次 所以那时候 那个当下啊 你的整个js的file的大小 会变成原本的两倍那么大 那 我怎么样在bug同时运作的状况下 我同时能够去载入react页面呢 这个 我们其实是透过bug的router 因为我们是single page application嘛 所有的这个 这个页面的启动呢 都是透过router 去把这些换画面 换页面这样的一个讯息 传进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开始呢 所有东西都先经过bug bone router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会把react router 把它载进来 也就是这两个router 同时在运行的 那当我今天有URL进来的时候呢 两边会去同时去 去分析这个URL 但是呢 这个bug bone只看懂 属于它自己的URL react也只看懂它属于它自己URL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了两个diff 一个diff呢 专门放bug bone的页面 另外一个diff放react的页面 所以当今天这个router 是去导到react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去把这个 bug bone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bug bone的这个diff 把它秀出来 然后呢 把react的页面 的diff呢 把它藏起来 那当我们今天反过来 是到这个bug bone页面的时候呢 对不起 react页面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是去把react的diff 把它秀出来 好 那 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些 好处就是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一刀两段 就是把这个东西整个展开来 那它的缺点就是 你的页面 画面上实际上只有两层页面 在那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routing搞定之后呢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一半了 但是后面有一些秘诀 你怎么样去可以把这个router 整个切断 就是你必须要让每个页面 彼此之间是独立的 好 所以你在设计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其实是 事实上是沟通啦 你怎么要去跟你的product沟通 说那 我怎么样去把这个页面 能够切开来 不要有 大量页面之间的交互操作 只有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办法 透过我们刚刚说的 去用router把东西切开来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 强调 我们在react下面的话 就不要再用继承了 所有新东西呢 一律用整 用composition 用聚合的方式把它放进来 所以呢 应该说react本身 事实上它也 强烈鼓励你 用聚合的方式来做 而不鼓励你用 这个继承的方式来做 所以透过react这样的一个惯例呢 我们也就 慢慢就让开发人员呢 就习惯了用 聚合的方式 而不是用继承的方式来做 那不过这个 我们那时候碰到一些小问题 就是说在新的 emax script的2015的规范下面呢 其实没有mixing这个东西 那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 大人用了mixing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个就是 high order component 去用decorator的方式 去把它包装在 这些component的外面 好 让这些mixing的方式 给放进来 那这个mixing做什么 mixing事实上是 我们希望把get state 这样子一个操作 能够把它独立在component之外 这样子我们可以让 那component的通用性更高 更不会被特定的 讯息流程绑定住 对 那 这个 react的话 我们后面的整个讯息流程呢 事实上我们是用 这个官方 那个facebook给的建议是用flux 但是那个时候flux 其实我们没办法用 因为backbone里面呢 其实它没有办法 直接转到新的这一个 用新的emax script来做 es6来做 所以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先用一个fluxer 用fluxer这个library 来作为 来扮演flux 所原本应该扮演的 这个角色 那 所以呢 我们上海那边同事呢 后来他们新开发一个 新的项目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不是用fluxer 因为他们全新 全部都全新展开 他们没有backbone的包袱嘛 所以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是 用了这一个facebook dispatcher来做 另外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我们尽可能避免 去用event 或者是用jQuery 来去使用 这些实作这些元件 很多东西 其实你用 不用jQuery来做 其实很难做 但是你要尽量避免这个冲动 想办法用react来做 好 那我们下一版呢 在计划中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backbone 整个干掉 让我们做画面呢 是完整的 是用react加flux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希望持续地用react 去开发我们原有的旧的功能 慢慢一步一步把它换掉 同时呢 我们也要去改善 我们原有的这个module import的方式 这有另外一长串的故事啦 不过我们反正就是 这个阶段我们就会建议大家 你尽可能照官方建议的 用那个md的方式去import 而不要用其他自己做的方式来做import 那个会踩到非常多的地雷 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 我们可以去持续开发 共用的原件库 共用原件库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让大家 想办法去把重要通用功能抽出来 增加原件的可用性 比如说我们这边用到一个 日历的原件啦 选日期的原件啦 table原件啦 都是这类的东西 那今天的话 我想说这个分享呢 我们给大家三个重要的takeouts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整理目录的方式 然后呢 让react code完全独立一刀把它切开来 另外的话呢 透过切割页面的方式 用router 你就有机会把原本的backbone 跟react的东西完全独立开 然后呢 可以互相各自独立运作 不会冲突 然后透过共用原件开发的方式呢 去让东西能够尽量通用 而不会互相打架 好 最后有点赶 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你刚刚讲说你们一开始能够直接打入flash 可以再讲 为什么选择flash 我们是选择 官方的flash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用的那一个 因为backbone的关系 所以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用了 我们自己开发的framework 所以我们在import这些module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使用标准 自己克制的方式import 没有办法用标准ADN 用NPN的方式去把它import进来 把它装进来 现在都还不是 对 我们现在是自己干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迟早把它换 但是现在这个当下 我们的确还有这个问题 对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招募各方的这个精英人才加入我们 不管是前端后端的 都欢迎你加入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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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